李奇俊議員 我在澳洲進修的時候 當時的指導教授 Diego De Leo 他是以前WHO的自殺防治委員會的主席 他曾經跟我講過一段話 他說你在做自殺防治的時候 特別是跟公部門做自殺防治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自殺率快速下降的時候 對自殺防治中心是自殺的行為 因為政府常常就不會想要再出錢 他當時就跟著這句話 所以他說你看 我一個禮拜有四天不在辦公室 我都去哪裡呢 我都去各政府部門 幹嘛呢 跟他要新的計畫要錢 一定要跟政府再教育 因為政府常是容易忘事情的人 他只有收稅金的時候比較不會忘記 因為每年五月到了就要收稅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今天要再談自我覺察跟壓力管理 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醫院因為百年歷史 一百多年 1880到現在 有宗教使命的關係 所以醫院願意投資一些經費在自殺防治上 那我們其實精神科的歷史沒有太久 那個因為以前 教會一百年前對教會對精神疾病比較抗拒 他們認為找牧師就好了 所以到1961年之後我們才有精神醫療 那其實比較重要的是我們在1961年的時候就開始在做自殺防治相關的事情 在1961年是精神科 1966年開始有前輩做自殺的研究 然後1969年成立當時的第一代防治中心 不過那時候自殺防治中心呢 所以到2005年醫院又讓我們成立了二代防治中心 那這跟精神科的 這個治療就比較有關係 然後後來最近這幾年就做很多外展的服務 去年我們醫院把我們精神科生成部 好那的確 其實不是我比較會找人 是因為沒有人沒有辦法做事情 所以跟醫院要人很重要 那還好我在私人醫院比較有彈性 那我知道公務門現在要一個人 比登天還要難 這也是事實 那所以我們 我們醫院的自殺防治中心跟精神醫學部 是兩個不同的單位 只是恰巧主任同一人 就是我 然後那個黑色的字就是 我們醫院自已變經費聘的人 藍色就是拿政府的方案 或是各種方案來聘人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有六位 醫院付錢的這個正職的自殺防治的人員 然後另外還有大概有 九位十二十幾位的 達政府方案的人在弄事情 所以我們基本上有三個辦公室 因為醫院土地有限 所以要到處找辦公室 所以我們醫院的同仁說 我說那個腫瘤的照顧 我們科學很像腫瘤 就在醫院到處Meta 我剛剛走進來的時候看到那個 台大有一間精神部大樓就很羨慕 你們都是比耐的 在那邊一個就好了 我們我們是腫瘤到處亂 那這是幾個我們的正職人員 就剛剛雪文是我們的社公司 他主要負責很多方案跟遺囑的部分 我們每個人都有他自己做的事情 接下來就要跟大家談到有關於自我照顧 我這邊放這一張其實只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做自殺防治 常常有一些的迷思 就是如果我們做的很好的防治 可能病人就不會死掉 這個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應該說完全不可能的 沒有一個沒有一種治療 可以保證0死亡率 所有的疾病都是一樣 不管你癌症高血壓 癌症病都是如此 那自殺防治也是一樣 你不可能做到0自殺率 可是好像我們有一個氛圍 好像如果有一個人自殺死掉 是不是我們在某個環節上就有錯誤 常常會這樣子 特別有些時候像最近在評鑑 督考 都會要求說 如果你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 還要開什麼前導討論會 搞得好像同仁一定有錯 如果找不到有錯的話 那就是你制度有錯 反正都是都有錯 但是沒有道理的事情 沒有一個治療 是可以完全0死亡率的 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們在人間就很可怕 因為都不會有人死亡 那個土地會長得更凶 對吧 那麼所以在自殺防治 有一件事情 我們的壓力來源其實是怕 病人真的會死掉 那這樣的一個 如果沒有去正視這問題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 把自己陷入困境裡面 那事實上我們 自殺防治工作者每天都在面臨死亡的問題 因為病人說他想死掉啊 你也不確定說他到底是不是會死掉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靠工具 我們不管從最基本的篩檢工具 然後到set person 到一些PS 或是到一些更精細的一些 憂鬱的一些工具 或是被課自殺量表等等的 你在用什麼樣的工具 雖然他很好性效度 可是呢 你還是到一個人身上的時候 還是擔心說 那會不會這個不準 或是說他騙我 或怎麼樣子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只能相信工具 只能相信我們的能力 但是完全沒有辦法放心說 這樣就會沒事 可是偏偏呢 不管是我們自己內部的也好 或是外部也好 都會有個期待 期待說我們可以做到最好 那這樣就有很大的落差 那事實上呢 我們常常對於病人照顧 最近這幾年被要求的非常的完善 要全人照顧 對吧 還有人要成立什麼全人醫療中心的 全人 他都講身心靈 其實照那個文獻人照說 我們說是身心 還有社會跟靈性 所以身攻勢很重要 但是我們小小一個人怎麼有辦法 顧別人顧到這種地步 有時候我們自己又顧不好了 對不對 就是特別是很多人 那個飯都沒好好吃 飯吃到一半 或是一個便當 我上次我一次在那個高鐵 再遇到一個台大某個科 某個部的部主任 那個不是精神部的 某部部主任 然後呢 那個我們見面之後 我們都買了便當 大概還有十分鐘 可以下去那個高鐵坐車 我們在那個等等的那裡那邊 然後我看他就便當拿出來要吃了 我說他十分鐘就要下去了 你現在就要吃嗎 我想說待會下去再慢慢吃 他說沒問題 然後呢 他打開之後五分鐘就吃完了 一個便當 我說你這樣不會胃痛嗎 他說我們都是這樣子 你看我們都不好照顧自己 還要照顧別人那麼多 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常常給我們自己很大的壓力 但是我們都有要求很高 那麼事實上呢 嗯 我們這邊沒有做這樣的研究 不過在國外呢 對於這種 嗯 專業人員 他的病人自殺 有一些的調查 這洛杉磯的南加大 他們已經調查過 百分之三十三的精神的住院醫師 和百分之五十一的精神的專科醫師 都至少曾經經歷過病人自殺死亡 他病人自殺死掉 所以其實並不低 然後呢 這個英國呢 他們有做過調查 就是精神科醫在訓練過程之中呢 百分之四十七的 人曾經經驗到自己的這個病人自殺 或是會診過病人自殺 但是呢 即使在英國 也只有在當年 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人 曾經處理過病人自殺之後 該怎麼辦 那台灣我們住院醫師的訓練 有沒有訓練過 你的病人自殺之後該怎麼辦 其實我們很多力氣都在做一個 叫做病人自殺 預防他 可是如果你的病人自殺死掉的話 接下來呢 沒有怎麼辦 就是準備開個案討論會 所以呢 這樣子一個 叫做訓練嗎 不是 有時候我們常常是在做一個 叫做事後的檢討 所以事實上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很少人去注意這個部分 那再來呢 還有一些相關的研究 我們曾經去研究這個 當病人自殺死亡之後呢 用現象學方式來看這個工作人員的反應 他們發現到說 可能可以分為這幾個階段 這跟那個我們在看那個面對死亡的 五個階段很像 唯一一個小小差別就是 會解決 而不是接受 用說我接受病人自殺死亡 這聽起來怪怪的 但是我們知道怎麼去解決這樣的議題 然後呢 他們發現說 如果這個病人 我們有深入的 對他的死亡去做心理解剖的話 常常會對我們有益 這樣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可以找到一個比較合理客觀的原因 而不是呢 再找一個 一個催毛求疵的毛病 說是不是什麼人漏作了什麼事情 或是你講哪句話 刺激到他等等的 那麼在這個很有趣的國家 不會念 他們曾經對他們的 60病人自殺死亡的 這個63位精神科研刑事調查 那發現有三分之二 有強烈追惡感 而且女性的工作人員 比男性的工作人員更為嚴重 我覺得自己是不是做到什麼事情 所以他想說 其實如果當我們遇到這樣的事情的話 我們必須要去協助 我們這些工作者怎麼樣去面對 這個病人自殺之後的一個創傷 然後呢 這個另外 我也做過類似的研究 他們邀請了 那個北歐幾國的一些醫師 來訴說他們這個 在病房住院的病人自殺死亡的經驗 然後用全室血的方式來盡情分析 那發現有兩個主要主題 就是怎麼樣去超越跟怎麼樣去面對 這兩個主題是很要緊的 所以面對他很重要 超越他更重要 那麼他發現了 要去這些醫生們說 他們如果去超越的話 要怎麼樣呢 他說要繼續持續跟別的病人在溝通下去 然後呢 要不然後呢 他們有去的時候 他不接受自己的避死性 不接受自己是會受傷 不接受自己會出錯 及被病人拒絕 這就要超越他 這個意思嗎 這個是他們的迷思啊 就是說如果跟病人溝不溝通了 好像他就不會死死掉這種事情 我們就去超越他 然後再來呢 要去面對什麼呢 面對繼續在跟病人生物前之後溝通 接受自己也是會死亡的 接受自己是容易受傷的 接受自己是會出錯的 接受自己是被病人信任的 要接受自己被信任 因為他病人是他死亡 他以為自己被病人拒絕了 我們必須要超越這些部分 那經過這些之後呢 我們才能去成長 所以我想不只是醫師 所有從事這方面工作人員 其實都需要這樣的一個歷程 那麼怎麼樣呢 幫助這些我們這些專業人員 度過病人自殺死亡的悲傷 和議題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麼我們也發現到 之前有研究說 如果我們面對病人自殺的議題 沒有好好處理的話 事實上是很容易引起浩劫的 我們也知道過去這幾年來 很多那個防治工作人員 不斷的在更新 我想在這邊就做個小小的調查 在座已經做那個自殺防治工作 超過五年的請舉手好嗎 五年 對對對 好請請放下 這個看起來不到百分之五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很多人說 是不是薪水太低 其實不一定是薪水低的問題 薪水是低我知道很好 加薪加薪 我知道 反正我現在沒辦法幫你下薪 薪水是要考量 但是我覺得最關鍵的 其實不是薪水的問題 而是你每天都處在那種 你打中用電話出去也好 你面對這病人也好 你哪一天會不會遇到 這個人就這樣消失掉了 這種壓力實在是太龐大了 所以我們才講這個 我們要自我覺察 其實要看到我們自己這個部分 這個 我講這個 實在是血淚的經驗 我從開始做主演醫師 我主演醫師的時候運氣比較好 真的沒遇到什麼病人殺死掉 我的主治醫師的病人都顧得好好的 所以我經手都沒有殺死掉 但是從我稱主治醫師那一年開始 就不斷變成死掉 然後偏偏他們死掉 我都知道 所以就很傷腦筋 到了自殺防治中心 剛成立那一兩年的時候 達到自殺死亡的高峰 我個人到目前為止 每年沒有低於一人自殺死亡 每年都還有 有一年到11月那年還掛鈴 我很高興 說已經掛鈴應該會突破 講完12月就來一個 實在是不能講太快 那最嚴重的一年是2007年 那一年12個 平均每個月一個 那一年大概是我們那個 自殺率最高的那一年嘛 那一年是真的12個很可怕 如果這個沒有去想很多事情 大概做不下去 趕快閃了比較快 事實上也不是那麼多精神 可以是喜歡做自殺防治 就是參加公益活動很樂意 你要加真的去看很多自殺的病人 其實會有壓力 因為這個樣的事情 即使對很有訓練的醫生來講 還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所以我們要避免burn out 一定要有一些想法跟做法才行 好 所以呢 他們在英國的一個南開普京大學 他們就說 那個 跟精神科的探討說 這個病人自殺死亡之後 怎麼樣的危機處理模式 以及怎麼樣運作能力 事實上是有幫助的 好 那麼發現到說什麼呢 就是我們必須要 他說 他說這研究最後提醒 進行個案討論 不要把病人自殺 歸咎於個人疏失或是自責 而是要將重心放在 如何對事件的危機處理 我想這樣才是一個比較好的部分 好 那麼所以我們有這個組織架構很重要 像我們今天來開這種會就很要緊 大家平常可能各自在不同地方工作 可是有一個機會聚在一起 彼此認識聊聊天也是很好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有督導的一個策略是很要緊的 那像雪文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做督導 因為他下面總共管了大概八九個人 他管很多人的 他不斷的在跟很多人做督導 那當然我們自己又自己內部的在督導機制 所以督導真的很重要 即使花錢去督導也很要緊 那麼美國自殺學會 他每一年都會有三四天的年會 他其中年會都會早一天 特別辦了一個遺囑的活動 每年都會有 那我去參加過一次 我參加過一次之後就沒有參加到第二次了 主要原因是因為那個參加那次錢很貴 非常昂貴的錢 第二個是那個 那個氛圍實在是太壯大了 我參加那一次是2006年去西雅圖那一次 那一次遺囑的那一場活動 大概有500人參加 500人 他是用那個台灣的板得那種圓桌 然後在一個大會廳裡面圓桌 然後上面有講台 下面圓桌 上面演講完 下面討論 下面討論這樣子互動一整天 那個下來非常非常疲勞 不過疲勞最主要是因為要講英文的關係 所以我們疲勞 第二個原因是講的議題都非常的沉重 所以那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在裡面參加很多都是專業人員 他們也認為自己是遺囑 就專業遺囑 像我這種是專業遺囑 我已經死傷無數了 我那天我上禮拜 上禮拜五有一天走在那個 我們民權西路那附近 在我們醫院附近 我剛好去辦件事情 然後從一個地方 從一個ATM 銀行提款機走出來 然後從這邊走到這裡 突然就看到有一個人從這邊走過去 然後因為平常看門診 都要戴口罩 醫院規定發感染管子要戴口罩 我那天沒穿醫師服 也沒戴口罩 走到這邊 就看到一個人走過去 然後看了我嚇一跳 然後他沒有看出我 那個 那個是我去年 剛剛一個自殺死亡病人的媽媽 他沒有看到我 然後這禮拜看門診的時候 我那個病人 死他死亡之後 我另外一個病人 跟他媽媽很好 他們還有在聯絡 我就跟他講說 你有沒有那個 那個 你最近有沒有跟那個媽媽聯絡 說有啊 每天都在通Line 我說那個 他有沒有跟你講遇到我的事情 他說沒有啊 他說這樣子 我說那一天 我沒有叫他 因為我看的不是很確定 雖然我覺得應該就是他 他不是那麼確定 為什麼呢 因為他瘦很多 跟我上次看到他 我至少差了10公斤以上 剛好快一年了 他就說說 那你看到應該沒有錯 因為我最近跟他出去 他真的變成瘦很多 所以那個病人自殺的時候是30歲 所以媽媽大概60歲左右 就是 看到他的時候 真的很想在路上把他叫住說 想聊兩句 到底最近好不好 因為病人過世之後 他曾經來外門診 看過兩次跟我談過 後來他覺得他可以自我調整 就沒有再來 所以這個事情真的是 不容易 但是講這麼沉重 不是叫你們就不要做 好嗎 沒關係 做不下去再來找我 找廖事成也可以 好 那麼要調整我們的心態 要怎麼樣方式做呢 我還是很推薦用Mindfulness 這個大部分都犯了正念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幫助的事情 可是我自己比較沒有常用正念這個字 因為最主要正念 常常被人家誤會 那個叫做正向的想法 正向的意念 其實他應該是講正在當下的意念才對 但是要正向也沒關係 不過我很怕就太正向也是有麻煩 那個最近 我已經不當那個心理總理學的理事長 現在換了一個長庚的精神科 也是莊宏玉在當理事長 他最近常在演講都講一個叫做那個正向的暴力 樂觀的暴力 他就是講說我們得癌正是要樂觀要進取 這樣你病才會好 萬一病不好是不是你不夠樂觀 他講什麼這樣講的時候反而造成負擔 所以正向是不錯 但是叫人太正向有時候也挺麻煩的 那所以呢 我覺得回到原來的意思 一個正在當下的意念 是不錯的 那最近這幾年有一些相關的那個 跟Mindfulness有關係的治療 比如像正念減壓 然後那個以正念為基礎的認知治療 還有變成行為治療 因為變成行為治療的核心也是真 也是Bud-Mindfulness 那我們在做自殺防治 在馬街最主要的系統是用變成行為治療 在做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選變成行為治療 也是因為我們發現到很多病人 都有這種邊緣性人格 特殊人格取向 那如果用傳統CPT做的話 事實上對於這些複雜的這種人格特殊的病人 其實很難去做到 為什麼呢 這個是Linehan就是主師爺他講的 因為他以前是做CPT的 他說接受標準化認知行為治療病人 常常沒有辦法去改變他的內在 因為你跟他講那個刺激想法行為 分譯這個 但是他內在卻沒有太多轉變 所以要嘛他就是不治療 要嘛就是繼續分動治療 第二個這些病人常常依賴性很高 當你覺得他進步了他就故意讓你不進步 他就故意再做個事情讓你覺得沒有效果 第三個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做CPT的話 事實上一個一個事件來談 可是他們很會製造事件 所以製造不完 然後最後呢就解決不了那麼多問題 所以他必須要處理這個 那怎麼樣處理這個問題呢 他用了兩個加入兩個在CPT之外 認知行為治療之外加兩個因子 我重點是要講這兩個因子 哪兩個因子呢 第一個呢叫Validation 第二叫Dialetical 什麼是Validation呢 那個翻譯很多 但是我因為當主管當久了 我就把它翻成批準 核殼有沒有按個核殼 現在都電腦按核殼 准核對不對 就這個意思 什麼意思呢 他是一個以接受為基礎的一個治療模式 他說什麼意思 你說病人 我們要接受病人是怎樣的人 接受他的行為 包括他智商行為 因為他只會這樣做 那時候他只會這樣做 他想不到別招了 他面對他的痛苦 他只會採取自我傷害的模式 他不知道做什麼其他方法 接受他這樣做 對他而言是完全的正常 我們要讓他知道說他這樣子 也他有沒有接納他 但是是不是就這樣 不是 我們接納他說他會這樣做 是很正常的之外 我們也同時希望怎麼樣 他改變 雖然我知道你因為你的狀況 沒辦法去處理問題 所以你這樣傷害自己 但是我們也期待說 我們希望你做更有 過有更價值的新生活 就必須要改變 所以呢 整個接觸的過程就是 同時在接受跟改變兩者之間 在那邊來回的震盪者 這個過程叫做辯證 所以辯證行為治療的那個辯證 但是我們華人 特別是台灣人 對辯證這個字眼非常的陌生 看了卻很哲學 不知如何是好 那最主要呢 跟我們的那個政府有關係 大家知道 我們那個民國38年 政府撥遷來台 那個就是因為死在中共的手上 對吧 那中國共產黨呢 他們有什麼呢 有辯證史觀 辯證唯物論 有沒有 都是辯證的 所以那個國民黨政府 聽到辯證兩個字就昏過去了 所以不能再上課教辯證 他搞錯了 所以辯證是個思維 那 所以我們當時做這個時候 醫院也出錢 我們醫院當時出了 出了150萬 然後但是我寫300 這張slaid當年做給醫院高層看的 說你要捐錢給我們很划算 因為我們後來是自己出了150萬 然後醫院再出150萬 然後說30 你300萬很便宜 因為那個博士 一定要出400萬 300萬就可以讓大家進步 所以教這個醫院說 你要不要再弄點錢給我們做別的事情 都這樣做的 民間醫院比較可以這樣子 公監案這樣做應該沒有什麼用處 所以我們就拿來講給高層高興一下 然後當時也找了一些人去那邊練習 然後我們也得到那種授權說 我們可以訓練其他團隊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說 我們定價太高 所以沒有人要來 我們定一年 幫助整個團隊訓練起來 定價25萬台幣 至今溫落了很多 但是從門有一家醫院說他們要做 我們想說 我三年花了300萬 我也沒有要回本 我只是想要 我們人力成本要弄一下 對不對 我們派人去幹嘛 要給你督導什麼 花個錢 但是就是沒辦法 所以我已經認了 就是賣不掉就算了 哪裡住家的好了 接下來 因為辯證很難理解 對吧 所以我要放個卡通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看片頭曲 這講辯證 這片頭曲 我再講一下 先不要按 我在澳洲進修的時候 那時候澳洲的網路很慢 每次要上網慢的不到 還在播接的時代 還沒有WiFi 2006年 我在那邊兩個月晚上都沒事乾 因為那個電視台只有十台而已 又不像台灣那麼多台可以看 那有一天 我跑到那個 布里斯本第四區的一家超商 那是一個超市 那一區都是華人 就看到了在賣那個DVD 賣卡通影片 麒麟王 還中文的 而且全套DVD 才兩三千塊台幣而已 我怎麼那麼便宜 台灣買又很貴 然後就買回家 所以那個 如果沒有去上班的時候 在家裡就看麒麟王 有一天我看著看著那片頭曲 就看奇怪 這怎麼這樣 怎麼那麼像講辯證 這歌詞很難 小朋友看得懂嗎 然後 沒有多久 大概又過了一年多吧 2008 我在網路上看到另外一個人 在講麒麟王的片頭曲 說這很辯證 我看得嚇一跳 說怎麼能夠 想把他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什麼叫辯證好不好 來我們請放一下 有中文歌詞 大家請放心 但是 後來的 似乎一起走 未来都 仲間と戯れ 空鳴りでいても 物足りなさを感じてしまう 冷め冷めで見られて 乾いた期待の風に浮かんでいる 2 and blue 心と勇気が背中 合わせになってる だけど今なら 夢をこの手で 叶えてみせるよ 傷ついて 壊れんな日も 歩み出して 止まらせる日も あるけれど 僕らのそれを 超えていくんだ 誰より 笛を目指して 随時 私たちの 私たちの 自信私たちを 自信私たちの 是因為準備很好的才開始做事情 對不對 考專科醫師也是這樣子 不是準備完美才去考吧 對不對 你要做這個工作也是一樣啊 也不是說你做得很完美才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呢 我們雖然不安但是有勇氣 結合在一起 這兩個相對的概念就是我們辯證 對不對 不安跟勇氣 然後呢 來回之中的產生的力量和自信 那這過程就跟剛剛歌詞有提到的 是吧 既很歡樂又很空虛的感覺 對 待會你就很空虛因為上完課就要結束了 太空虛了 但是沒有關係即使這樣空虛也不改初衷 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為什麼跟大家講這個呢 這是這種自我覺察跟面對的一種概念 我們必須要這樣的一個練習跟思維 當你呢 想法到了另外一個極端的時候 不妨想想在那邊的極端又是什麼 他向對面是什麼東西 還要做一個思考 這電視常在重播 好不好 如果你看到電視重播的版本歌詞跟我的寫的不太一樣的話 不是我日文不好 因為我日文真的版就不好 我那個歌詞也是從網路上抓來然後把它貼上去的 但是呢 他每個翻譯加點有點差別但是沒有差太多了 意思就是這樣子 那麼我們日文在做變身行為資料的時候呢有這四個重要的一個核心技巧 其中核心技巧最重要就是Mindfulness 聊聊分明 可是其他很重要啊 痛苦耐受 心理調節跟人際關係我這邊稍微帶到一下 那待會跟大家講好怎麼樣去做 做一些調適的事情 那聊聊分明呢 又可以分為三個境界 說Mindfulness有三個層次 我們大部分 如果大家去看那個 在學正念減壓的時候談的它是第一個層次啊 就聊聊最基本的 就是 可以內觀可以看清楚看到透徹明白 但是呢 還有另外一個層次的智慧心 什麼是智慧心 那講給大家聽 然後最終最高層次叫人際效能 這個效能很重要 如果念到這層次的話呢 你就比較容易跟 跟 長官們對話 我一直很怕我的同仁學會這一招 用在我身上 這樣我也是挺害怕的 但是我們醫院最近叫我教我們醫院其他人 我要教什麼地方 第一個境界叫做聊聊分明 就分 花朵朵跟好朵朵這兩個部分 我後面有一張中文的 這一張先講英文的 什麼是最基本的呢 就是 當我們要做一個聊聊分明的時候呢 有操作定義的 那個在 MBSR 正面檢壓他比較沒有那麼明確操作定義啦 他就讓你體驗感受 可是在變成行為之下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叫做如何做跟做什麼 做什麼跟如何做 花圖都是做什麼 第一個就是要按照步驟來先觀察再描述再參與 我等一下給你們練習一下 要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子 所以現在不明講 你看事情的時候呢 要先觀察 再描述再參與 然後呢要如何做呢 在做這個步驟的時候呢 要不批判 然後呢 要專心 知道有效 我等一下會給他做個例子 大家就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再來呢 智慧心呢 叫Wise Mind 什麼叫Wise Mind呢 就是 我們遇到一個事情常常都有情緒 那叫做Emotion Mind的情緒心 然後呢 但是我知道怎麼樣做才對 叫理智心 然後呢 通常呢 你要面對事情 你用情緒心做也不對 用理智心做也不對 最終你要找到平衡點叫智慧心 就是辯證的概念 對不對 所以這是第二個境界 那第三境界人際效能 人際效能 他跟那個 人際關係學校不太一樣 他講是效能 我們跟一個人對話 跟一個人 做些什麼事情 事實上有一個目的性在那邊的 所以呢 他分為三個 指標 第一個叫做目標效能 第二個叫關係效能 自尊效能 譬如說 我希望跟 目標效能 假設我要去跟長官要1000萬 來做自殺防治 但是呢 我要達目標 我不擇手段 就罵官員 然後關係效能就怎麼樣 很差 對不對 好 那假設呢 我目標效能也是要去拿1000萬 然後呢 我呢 要想辦法讓長官答應我 就對他很好很好 非常的卑微地拜託他 那目標效能不錯 關係效能不錯 但是自尊效能怎麼樣 就不行了 搞得自己沒自尊 這樣也不可以嘛 所以我們跟一個人互動面對的時候需要三個效能都達到平衡才可以 這個呢 這樣講是很簡單但是要做到很困難 後面有幾張slide的都英文的 大家看看就好 就這個標準步驟 因為今天也不知道講這個啦 不過有一個比較簡單的 我們要用那個心法來跟他講一下 心法 比較簡單 就老子 我放老子來這邊是放假的 我們來看老子講什麼 天長地久 天地子 所以能長結久 以其不知生故能產生 是以聖人後期生而生 先外期生存 非以其無事 也故能生意失 這什麼挖哥 我都看不到 對 很正常 你看懂的話就變老子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天長地久 天地子 所以能長結久者 天作怎麼可以這麼長久呢 以及不知生故能長生 在講廢話 沒有人生他所以他可以長生 因為沒有生就沒有死 所以看到老子他不是創造論的 他沒有那個 上帝創造天地這種概念 他是沒有人生他所以不會什麼的 所以第一句話在講廢話 他只講時空問題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重點 是以聖人 什麼什麼的 幹嘛講聖人呢 他講說 誰可以跟 天長地久一樣呢 只有聖人比較會 天長地久 為什麼 因為聖人話多 我們都要背 對 孔子的話現在還在背 是吧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他講那麼久了 我們還是不知 所以聖人會天長地久 他說聖人怎麼會天長地久呢 聖人的招數什麼呢 他說聖人 後期生而生先 外期生而生存 你看那個朱熹 他在寫這一段的時候 他寫著說我們要弄什麼 什麼自我反省 儀礼什麼都寫了一大堆 我說那麼麻煩 這根本就是空間概念好不好 後期生的身先是什麼意思 就是站在自己的後面看自己在自己前面 外期生的生存是什麼意思 在外面看著自己在那邊幹什麼 這是什麼呢 就是那台攝影機的概念 大家有去逛過百貨公司吧 有沒有經過家電區 然後走到一個地方之後看到電視上突然自分自己 然後今天想要幹什麼 大家都幹什麼事情 揮揮手對不對 然後看攝影在哪裡是吧 揮揮揮揮然後動一動去的 就是這個意思 懂嗎 所以我高度懷疑老子他有穿越時空的功能 他怎麼知道這種東西呢 對不對很厲害 那個時代沒有那個 所以珠希會搞不懂 會覺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為珠希那時候沒有 沒有那個 沒有手機沒有自拍 沒有什麼東西在這 所以他還告訴他兩台喔 兩個面向 跟人互動的時候 你在一台 從後面拍自己 順便看到自己前面那些人 另外一台拍旁邊還靠照過來 兩個面向來看 然後他想說 廢其無師也 這什麼意思呢 師什麼呢 日文的師是什麼意思 我啦 我達西嘛 古代師也是我的意思啊 說這樣不會把自己搞丟嗎 說不對這樣才找自己 你要從外面來看自己的時候才會找到自己啊 所以這叫新把 所以大家什麼都忘記沒關係 所以你發現你困在那邊不知道什麼時候 不然你稍微跳到旁邊去看一下 但是不是叫靈魂出竅喔 這個靈魂出竅不一樣好嗎 只是叫你在旁邊看自己在做什麼 要客觀的看待自己一下 會比較好 好 那這是講的那個新把 第一個第二面就是那個 目標效能 火力巴說很多 不教了 今天教這個要花很多時間 而且時間有限 第二個 GIF就是關係效能 這個稍微講一下 關係效能 這是我們跟別人對話的時候要圈頭 溫柔和善 要保持 興趣 聽他講話保持興趣 很專心的聽他講 第三個是什麼 validate 就是我們要跟 教那個案主說 你要怎麼樣的 如果他講一些什麼傷害你的話的時候 你也不要太氣氛 因為你認識很久了 他本來講就這樣子 你要validate他要講這種話很正常 懂嗎 validate你的你的對手 他三不五十刺激你 你媽媽罵你是正常的事情 你媽媽罵你的奇怪 對不對 要這樣validate 再來之後一定會輕鬆來處理 要四個步驟來這樣子做 因為這比較短 講比較快 再來 至尊效能也順便講一下好了 這次是 是 FAST 第一個什麼 要公平 什麼公平呢 就是如果他站著你就不要坐著 他坐著就不要站著 要嘛兩個都站兩個都坐 知識上要保持一致 不要一開始就知識上就不對了 要平等 第二個是什麼 不要亂道歉 他 後面掛號寫few 就是說盡量不要亂道歉 你不要沒事也不是你的錯就亂道歉一通 大家想想像我們的病人常會這樣子對不對 就莫名其妙就跟你說 對方是我的錯 他心裡說不對才是你的錯 這是我的錯是被你逼的 才這樣講 所以不要亂道歉 一道歉的話就會更憤恨 不要亂道歉 第三什麼呢 要堅持自己的信念 最後要很真誠 這四個點 那當然還要跟別的地方的前面另外兩個效能 互相來思考 不過這個講實在有點困難啦 所以今天不是要講這個的 所以我們來講比較容易做到的 好我們今天要練mindfulness 我現在請大家看這張圖 給你們看30秒鐘 之後我要下去 麻煩請你講一下你看到什麼 我最喜歡找後面的人 這樣我可以運動 爬不上去 那個這位小姐可以嗎 請你講一下你看到什麼嗎 太陽 然後有涼亭跟倒影 還有那個樹 好 還有嗎 遠方好像有房子 好 這在換你 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 浮水的倒影 有一些樹根很寧靜的感覺 好 有人覺得是 是夕陽嗎 有沒有人覺得它是日出 覺得日出舉個手好嗎 好 謝謝 其實跟大家講這張是我拍的我知道它是夕陽 好 大家看到 這幅畫的時候 因為這個照片的時候 我一定要這樣一問你就開始在想說要講什麼東西嗎 對 如果我什麼都不提示的話你看到這張畫很容易想到是可能是夕陽 可能是個虎可能是什麼 有的人就馬上說很寧靜的感覺 我們的確 因為我們經歷過人生很多事情 我們都學習很快會把訊息跑到腦袋去儲存 然後呢日後遇到類似的狀況的時候再拿出來用 就有反射性的思考模式 那所以 什麼是Minephones呢 就是要當助大家 練習觀察不要那麼反射性的去想事情 所以第一個要觀察 像剛剛提到很討說有看到有樹 有水有涼亭等等的 有觀察的東西 但是呢 是不是 真的是夕陽呢 我們也不知道 如果我們要講的話應該講說什麼 在天際邊 有泛黃的光線 樹影倒在水面上 懂嗎 這叫做苗樹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給大家做簡單的解釋 因為我們遇到很多事情是這樣子 我們常常對別人講話立個來啊 你又這樣子了 當我們講這句話的時候其實已經陷入為主了 所以 怎麼樣幫助我們看待人 看待事情 看待自己 不要那麼快用反射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模式叫做Minephones 再來一張 來看一下 怎麼會再上去的 怎麼會再上去的 帥哥 可以描述一下嗎 來 中午的一個 時間 上面有很多 然後看起來很髒亂 這是很正常的回答方式 第一個 已經根據你的人生經驗告訴你這是中午 對不對 然後 覺得在上面那個上面一點點是扶貧 其實那是因為攝影的那個 那個機器 那個解析度太好的關係 所以 扶貧 髒亂 這個 我們剛剛的提到 那個花肚盾好肚肚嘛對不對 這裡面其實如果我們真的要 來描述他的時候呢 應該可以來這樣子講說 這是一個那個 好像在 有池水的地方 有池水 那中間有幾顆大石頭 從畫面的中間往左上方 延伸過去 看起來好像可以走路的樣子 旁邊的水呢 裡面呢 也有石頭 是 然後上面好像長青苔 然後上面有些樹 所以有那個樹影 印在水面上 然後圖的上方 有一些 有一些稻草的東西在那邊 我要講的 大概我們要這樣描述 這張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就是給大家練習描述而已 所以 我在講的是 我要想跟大家講的是 當我們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要是困在那邊 或看不清楚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就 重新到一個事情就是 把它重新 看一遍之後 在信 在信裡面 再重新把它描述一遍 不管是你聚觀看得到的 東西 或是一個 比較 比較抽象的東西 都可以用 再自我描述一次 而且 描述的時候 盡量不要太多的批判 不要馬上就給他下定論 那這樣的話呢 會 比較容易幫助我們怎麼樣看清這些事情 所以 就是剛剛提到的 觀察描述參與 不批判專事有效 如果大家會忘記的話 記得這張slide就好了 接下來呢 有沒有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石神 你們已經看過這影片吧 有沒有沒看過的 沒有看過 不知道就你們家沒裝第四台 從古代到現在放了再幾百便有了 這是在哪裡 這是在哪一段落 大家知道嗎 有沒有知道 在哪裡 比賽對不對 絲繩大賽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那個他的 周星馳的無敵海景活跳牆被打破之後 對不對 剩下最後兩分鐘怎麼辦呢 這時候就要使出少林學爵火雲掌 用火雲掌來煎蛋 是不是 還要把那個肉給打碎到 把筋肉斷掉變叉燒肉 然後 消失 還沒有還沒有 他講這個 還沒講完 然後呢 那個 評審吃了之後 就發現天啊怎麼這麼好吃呢 然後呢 莫名其妙的眼淚就掉下來了 然後 為什麼 明明這麼好吃為什麼掉眼淚呢 這時候 石神就說了 嗯 是洋蔥 我加了洋蔥 所以大家LINE上都切 有洋蔥對吧 就這樣貼 典故就從這邊來的 好不好 然後呢 主持人就說 這飯的名字叫 暗然銷魂飯 實在是太暗人 太銷魂了對不對 我講這個東西幹嘛呢 這個就是用吃飯時候做Milphonic 吃飯的時候做 一個了了分明的做法 就是我們吃東西都太快了 所以什麼時候練FMilphonic 我最常叫病人做吃飯的Milphonic 再來就洗澡的Milphonic 男生刮鬍子的Milphonic 然後還有什麼 走路的Milphonic 但是有點危險就是了 所以這些都是你來練習的部分 理頭髮也可以 洗頭髮也可以 好 接下來講這個東西 因為很多在Milphonic 他們在教Milphonic的時候 常常就叫你做呼吸調節 冥想內觀 對不對 這其實很有用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些學理的東西 就是自律神經失調在怎麼解決 其實我們要能夠 壓力管理 其實只要管理好我們的自律神經 大概就解決一大部分的問題了 但是講自律神經 我都喜歡講 色雕英雄傳 這色雕英雄傳 是一個告訴我們 如果你把你的自律神經調節好的話 你就可以當武林盟主的故事 我講什麼 好 那個 色雕英雄傳 男主角是誰 男主角是誰 誰 對 郭靖 郭靖小時候武功好不好 不好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他武功變好了呢 你一定跟我說他遇到黃蓉 不是 遇到黃蓉是他遇到貴人是沒錯啦 娶好老婆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沒錯 但是 如果只遇到黃蓉的話 可能不行 因為黃蓉他也很緊張 對吧 因為黃蓉嘴巴很厲害 郭靖又 傻傻的 所以郭靖為什麼變厲害呢 因為是這樣子 故事要從郭靖小時候起 講完故事就下課了 這個 那個 郭靖呢 還有一個拜把的叫楊康 對吧 他們的爸爸是好兄弟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那個爸爸 很無聊 還沒生下來就說 如果一男一女的話 就給他們結婚 如果是兩男的話 當兄弟 然後因為 南宋 靜康齒有未學 所以叫郭靖的楊康 是這樣來的 結果沒想到 他們兩生下沒多久之後 那個 那個 金人就殺下來 然後他們村莊就毀了 然後 他們就逃難 逃難過程之中 就遇到了那個 江南七怪跟另外一個 道長 求楚姬是吧 然後呢 他們 這兩個人無聊 兩個派人馬就說 我們 他們 舊人不忘打架 說 要打一下比高架 看誰有功好 結果他們就說 這樣子好了 七個打一個 不公平 這樣好了我們訓練徒弟 我訓練一個 我們訓練一個 你訓練一個 到時候他們長大之後互打 這樣就比較好 然後後來呢 江南七怪就帶著郭靖母子 母子兩個去蒙古 去那邊住 然後從此江南七怪沒事就 開始教郭靖 郭靖五歲的時候 遇到件事情 就是呢 擁有九陰白骨爪 這麼厲害的梅超風 跟他老公 兩個去 找 這樣很奇怪 因為 號稱他有九陰真金 他們要去躲九陰真金 所以呢 他們就去找他麻煩 那這時候剛好在教那個 郭靖學武功 那郭靖就五歲 會不會打架 不會 你看小玩 對不對 不會打怎麼辦 所以師傅就給他一件事情 拿一把匕首給他 叫他旁邊待好 所以他就躲在旁邊 這樣子 有看到他發抖 然後幹嘛呢 剛才講說如果待會有人過來的話就把他殺了這樣子 國警哪會啊 不是小學喔 是五歲喔 幼稚園中班 對 怎麼會做這種事情呢 當然很緊張害怕 但是呢 不知道誰 在打架的時候 推了沒操控導過一把 所以 他就飛過去 拋物線 飛過來 然後 刀子在這邊 然後飛過來 正中心臟就死掉了 所以 五歲小朋友看到 一個人死在他前面 然後 死前面 面露胸外看著他 你覺得小朋友會怎麼樣 窗上或壓力症候群 PTSD嘛 對不對 所以從小就睡不好啊 所以每天晚上睡不好然後做噩夢啊 然後夢醒之後就是媽媽說媽媽我是壞小孩 所以每天都睡不好 對不對 所以當然學習不佳嘛 有一天呢 他過近他青少年時期 在路上遇到另外一個道士 他幫道士不知道做什麼事情 道士就說你幫我做 你幫我這個忙我 教你些東西好了 然後他說沒什麼好教的我師父啊 我師父不讓我教學家武功啊 然後而且我們有什麼比賽的約定 可是我已經會輸掉 怎麼怎麼講的一大堆 他說你為什麼會 你為什麼會學不好呢 我說我也不知道 我師父這樣都聽不懂 然後他說我看你眼睛黑黑的 年輕人眼睛發黑 是不是勝不好 沒有睡不好 因為每天都做噩夢 跟他講一講之後說 我知道 你就是這樣心神不寧 我教你一招 所以他叫做 今天晚上 到大漠的一塊大石頭上面去 因為他氣功不好就每天爬上去嘛 爬上去之後那個道長在上面呢 教他說你先給我躺好 躺平 眼睛看著上面的星星 大漠算沒什麼雲 看星星 調節呼吸 慢慢的呼吸 慢慢的呼吸 慢慢的吸氣 調整的氣息 調到睡著為止 所以從此以後 每天郭靖都去那石頭上 睡大覺 然後後來道長就沒 沒再回來了 幾個月之後呢 那個 他的師父啊 開始看他怪怪的怎麼武功變厲害了 上課變得比較專心 又沒有吃鋁塔鈴 他上課變專心 然後呢 學習能力又變強了 武功變厲害了 所以他師父就要說怪怪怪的 你是不是外面偷拜人家為師 說沒有啊 偷拜為師 老師 你都說不可以學別人門派 我都乖乖的沒有學別人門派的 說不對啊 你以前那麼笨 現在轉進步那麼多 一定有詭詐 然後就要逼他 那個女的師父 前面有個女的師父就比較理性一點就跟他講說 不要怕不要怕 跟師父講 你是不是最近有遇到什麼人 他說最近沒有 半年前遇過一個道士 他就把師父講給他聽 他說 你應該遇到是某某 他教你內功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把他的治癒神經調節好而已 就放鬆睡得好 所以基本上 怎麼樣調節呢 最簡單一個事情就是 就是把呼吸調慢 越慢越好 用鼻子調得越慢越好 而且都希望病人躺在床上坐 因為要睡著就順便 所以就算了 知道為什麼 因為 我們知道 我們自律神經 是基本上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 唯獨一個可以去影響到的 就是呼吸調節 大家都睡覺經驗嘛 對不對 你也許有那種經驗 或是你製造人家麻煩的人 就是 打呼這件事情 你一定聽過人家打呼 或是你自己打呼 但你自己打呼不定就到了 有的人會被自己打呼聲嚇醒 可能沒有這問題 大家有沒有聽過打呼速度很快的 有沒有聽過打呼聲嚇嚇嚇嚇嚇嚇嚇的 整個 沒有吧 一定是這樣 對不對 這一堂課沒有人睡著 這樣麻煩 等會有示範的話就剛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睡著之後 你的呼吸中速會告訴你說 請慢用做事 慢慢來就好了 所以呢 我們可以倒過來 我們可以騙我們的腦啊 就呼吸跪很慢 告訴你說現在什麼事都沒有該放鬆了 倒過來操作 這樣就會有進步啊 所以 再怎麼煩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樣 調一下呼吸 可能就不一樣 而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你很煩很煩對不對 突然之間你就吐了很大的氣 到他看一口氣之後 本來清醒負十分的 他那口氣剩下負九分 在探南口變成負八分 有沒有經驗 所以我們要 要妥善用的氣息 而且你探氣的時候 也不用太擔心自己的口味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已經不用顧慮這種事情了 好嗎 可以快講完了 再來剩下就比較簡單 那個歡迎大家去多做這種事情 你看連猴子都知道泡溫泉 多麼的舒服 多麼的舒服 夏天 記得開冷氣 要不然就去一些很優美的環境 也不錯 你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你看到這照片的時候 突然平常聞到令草的味道 他他們的味道有沒有 感覺對 如果你有聞到的話 恭喜你 表示你呢 你可以做這種冥想 也很不錯 如果不能冥想 沒關係 直接花錢去住也很好 再不然的話 口袋放點精油也可以 用味覺來調節自己 精油 我今天忘了帶來了 口袋都有精油 我醫師府一定有精油 上次電視 動新聞訪問的時候 也是拿出來說有精油 這很重要 因為精油一大好處 什麼好處呢 就是 煩的時候來聞一下 就可以轉換一下心境 我發現沒什麼太有不起的事情 就是我去年去 我去年11月初去北京演講 然後 剛好 他們跟我說 你來北京那麼多次了 都沒有去過長城 我找一個主治醫師帶你去長城 結果去那天剛好下初學 就看到初學 也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下學了 很熱 這也沒什麼 這是 去年去演講的時候 去廣島 然後想說去 我 我那時候不知道歐巴馬今天要去 我想說去看一下 沒想到歐巴馬就要去了 這最後就這樣子 我們常常工作很勞累 特別做製造防治這種工作 真的是很辛苦 我們要面對那麼多事情 我們必須要找到一個平衡 這很重要 所以呢 今天講的重點就兩個 第一個事情 就是 我們不要懷疑著那種 就是病人 病人一定不會死掉 這種心態來做 我們必須要 在 在不安跟勇氣之間找到平衡 這很重要 要有智慧來面對這個 第二個是我們要調節我們的那個 生理機能 保持在一個良好的狀態 就是要常常的鍛鍊我們的自律神經 讓他不要失調 讓他很調 這樣就沒有問題 好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報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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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